好 继续再来关心花莲世代的定期大会了 在10号是进行了最后一天的总质询的议程 那么主席苏美珠也表示 在议程中代表们充分表达市民心声 也希望公所能够确实执行民众希望的市政建设 市民代表们对准麦克风 各个拿出看家本领尽忠职守 站在质询台充分表达了市民心声 不管是在民生 交通 还是城市营造 旅游等议题 都做足了充分准备 这一切的代表 老老少少都有 也对市政总质询方面 也几乎面面俱到 每一个人提出来的问题 都是我们老百姓的想知道的问题 不管是市政 不管是交通 不管是一般的民生问题 对市场 其实我们老百姓交代的事情 每一位代表都很努力地在做 也取得了一个很和谐的协调 公所方面把我们的建议 几乎都纳入下一次的市政的主要的工作之一 那当然也谢谢公所的这些市长 以下主意 各科室主管的努力认真 那毕竟还是有一些比较没有接触到的问题 教育 文化 民生的生活 比方说市场之类的 希望有多一些的改善 也建议了蛮多的意见 汇集给我们的公所 这些科室主管 希望说能够在下一次的汇集里面 可以看到很好的一个回应 从11月2号开始 一连九天的总质询议程 市民代表们用心倾听民意准备议题 就是希望市公所的政策和建设 能够符合民意 也让市民们有更完善的生活环境 借许立群华联市报道